目前新冠疫情是完全符合命理以及心象以及科学家的预测 在美国已经达到了每一天20万 甚至达到21万的新增确诊病例 乐观的美国百姓非常愉悦的 跟新冠病毒一起庆祝了殊胜的感恩节 很多的家庭也是非常顺利的度过温馨的感恩节假期 然后在节后提早去见了上帝 在美国感染率已经达到了4.4%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会有4个半的人感染到了新冠病毒 当然我们必须确定的说 感染到病毒也不一定会转成重症或是死亡 很多人以为像感冒一样就这么样的突然就痊愈了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这个状况也是有的 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会留下 当然也有研究 针对英国针对这些患病的8万人去做研究 大部分这些人他们得到新冠肺炎 然后痊愈了 智力退化了10年 这个状况也是有的 这是科学状况 但实际上状况怎么样老师也不知道 而这样的状况防疫跟度假 大家比较起来看 好像是度假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比较实在的 至少我不能控制我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可以控制我欢乐的时刻 各位说对不对 而躺在医院里面的10万个重症百姓 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们不得而知 不是每一个转成重症的 都是这样的想法 现在美国的病房里面有10万个重症病患 而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什么 美国现在因为新冠疫情而往生的 有记录的目前是多少人 是28万人 而我们对比一下数字 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看 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阵亡的美军人数有多少人 大概29万多人 也就是说不用等到圣诞节 美国因新冠往生的 就会超过二战阵亡的将士人数总和 而美国因为二战阵亡的 包含了百姓间接的阵亡的 大概是40万人 而这28万往生的病患 还不包含了刚刚提到了10万 在加护病房里面重症之中的病患 这个时间是没有世界大战的时候 虽然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双亚空袭 有双亚战争 但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展开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特朗普总统的英明领导之下 百姓顺利的在一年之内 在一场场的造势活动中 在一个一个欢乐派对之中 美国真的再次伟大了 因为特朗普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让病亡的人数超越二战 他当年数年累积起来的阵亡将士 如同老师在周三 我们前几天讲到一个直播中 我们说到的 这个世界最会杀人的不是病毒 是什么 是人类自己 任何种类的病毒 哪怕是超级细菌 只要针对传染途径的防疫 严加的阻断 都可以收到控制 哪怕是什么 哪怕是鼠疫 天花 孽疾 伤寒 霍乱 这些20世纪人重大的一个灾难 每一场疾病 基本上都可以透过科学与病理方面的研究 来获得的阻断 但是又有多少的时候 人类在发现疾病的时候 不是先走科学来阻断感染路线 而是疯狂的残害自己同胞 跟催眠自己 神一定会保佑你 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比如说轮子神功 他说你练了一个轮子神功 你家庭就会富裕 然后你的新冠病毒就会痊愈 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吗 有智慧的不会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可惜很多人相信他们的话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除了轮子神功之外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黑死病 人类当时不是先研究传染毒气为何 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 先进行猎杀女巫 看到女性你养黑猫 抓起来烧死你 半夜煮汤看月亮 你一定是女巫 抓起来烧死你 甚至在欧洲黑死病的当下 甚至被认为这场疾病 是跟犹太人跟穆斯林还有乞丐 这些人是有关系的 所以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会大量伤害人类生命的 永远都是人类自己的贪婪以及恐惧 这次美国的疫情大敌也是如此 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在美国 并没有变种的更加强大 而是政治利益的催化 必须让领导者无论是总统或是州长 甚至到镇长都让百姓毫无忌讳的与新冠病毒共舞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让别人觉得你什么都不用害怕 听我的准没错 所以说这个就是政治利益 而百姓的生死他不要紧 只要不是他家的人都没关系 但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如此 美国是一个特例 例如什么 例如澳洲 我们回到澳洲的主题 美日新增的病例数已经跌破两位数 老师前几周讲过澳洲一定会改善很好 很快就跌破两位数 果不其然 在近两天的一个染疫报告之中 澳洲的新增感染人数已经只剩下9位 妥善而且严谨的对内的政策 让澳洲自新冠疫情以来 仅仅只有27,000个病例 死亡人数也没有破千 只有900余人 当然了 不能说人少就该死 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澳洲的政府 他是非常努力的保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 这实在是非常的可圈可点 要记得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他是在冬天 但是他的疫情还是努力的去做防治的 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政府 而在其他的国家 例如英格兰 在经历了四周的封城措施 已经成功了将染疫数字降低了30% 目前已经在前几天 大概就在12月2日的时候 进行了部分的解封 来让圣诞活动的经济 可以进行的一个准备跟暖身 圣诞节对来多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都控制了教会妥善 例如什么英格兰的另外一个地方 英国下周要开始施打了疫苗 而英国首相强生也就是约翰逊 在这个经济跟疫情紧逼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全力的去进行防疫最优先的目标 无论疫苗是不是他们国产 反正我能够先买到 先打下去 减少传染跟死亡 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俄罗斯也是一样 他也会在这一两周开始对他们的境内 进行大规模的 他们自己生产的食谱托尼克的疫苗来做施打 而巴西呢 巴西的钱不是很多 他们不能算是富裕的国家 巴西目前看到的正宗特朗普已经落选了 所以说巴西特朗普波索罗纳 也不需要坚持什么了 他也于近日将会以中国的疫苗作为主要施打的 主要疫苗 进行国内的疫情管控 而其他的各国也都尽力的要求百姓 你要戴上口罩 留在家里等候通知来过圣诞 所以说我们以数字来说 染疫人数最高的还是美国 第二名是印度 第三名是巴西他也没放弃 第四名的俄罗斯他也不会轻易让位 第五名的法国也为之不动 但是这个疫情的排位战 大家的名次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以病例的总数而言 从第二名加总到第十名的单日新增染疫人数的总和 来跟美国比战力 美国居然还是世界第一 独占凹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第二名第三名加到第十名 所有单日新增人数加起来 后面的九名敌不过美国第一名 他一天就完全赢过你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而这个数字建立在不是美国的病毒强大 老师必须一直强调这一点 病毒在美国并没有特别强大 在美国广袤的国土上面 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病例数 是因为人对于疫情的傲慢 以及对自身健康的轻慢 我们不能犯跟美国一样的错误 请各位好好保护自己 拜托 好吧 而这场病毒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的经济发展 将会是一番新的局面 因为在各项的封锁基地之下 各国的劳动力将会处于一个极端饥渴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资本主义的盛行 造成世界上至少一半的人民 成为资本家手中的棋子 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负债消费 让他们陷入一个痛苦的循环里面 简单的来说 从资本家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 一般的劳工百姓 是向资本家我去借钱 来支付你利息之后 然后再向资本家购买 自己所生产的各种劳动所得 这边很有意思 我花钱去买我们自己可以生产的东西 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 资本家本身并不在景气循环之中 而是只有一般劳工百姓不断的制造 而且上购给资本家这些利润 而这个利润叫做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本身并没有错 老师还必要强调 老师没有仇视资本家 资本利得本身没有错 因为资本家他起了发挥金融 以及资产之间的调和作用 如果没有资本家的居中斡旋 去调整整个社会结构 很多产业是难以发展的 这种事情一般政府也有在做 但是正常政府他去调控整个国内经济 以及产业发展的时候 去斡旋各种产业的一些变化 媒合 考量到的是什么 考量到是国家长远的利益 但是如果这个权柄 藉由资本家所谓的自由经济市场 让资本家自由去发挥 没有限制 因为冠上一个市场自由经济的 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么这大部分的利益所得 就变成资本家他单方面的收益 而资本家从来不必考虑 他自己以外的长远发展 他只需要每一个人不断的花钱 让他赚钱 仅此而已 而国家在乎的是国家利益 跟百姓的温饱 这就是差别所在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资本属于最盛行的美国 他看病变成一种奢侈的消费 但是看病本来就是应该 政府去照顾国民健康应有的一个权利 可是为什么在美国你光治疗一个新冠 你就花低则你数万美元 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基本开支 为什么 当生命跟生病 不成为一个生存的权利的时候 这个国家对百姓是非常残酷的 而我们换一个方法来讲 难道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状况产生吗 比如说老师之前所提过的蚂蚁金服 马云本来原本打算什么 空手套排廊 藉由斡旋买卖双方的市场媒合 包括他的阿里巴巴跟他的淘宝 把卖的人跟买的人两边我都借你钱 让你们媒合起来 然后蚂蚁金服本身可以获取上百倍的利益 这个不夸张 老师之前有讲过各位可以去看看 而这些利益 如果集中在蚂蚁金服这间公司里面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 雷曼兄弟以及次级房贷的故事 会在中国跟亚洲地区重复的去上演 而跟美国跟其他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什么万恶的共产党 别说你没有政治自由跟网络自由了 长长的长墙 你要来看老师的节目 你还得翻墙你看多可恶 你也没有做生意赚大钱的自由 为什么 在这个地表上最大的IPO上市之前 就把马银抓去小房间 我们来讨论一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想怎么样也得党中央许可你怎么搞 所以说你的整个上IPO的结构 你必须 我同意你怎么做 你才能怎么做 想空手套牌郎 你门都没有 所以说回到一句话一开始的一句话 正不给的你不能有 在这种毫无人权以及民主自由的万恶共产党治理之下 市场的自由经济已经变成许与不许之间而已 而或许中国的经济被万恶的共产党也侥幸救了一次 也说不定 而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什么 当疫情过后各国对于全球分工的需求度 或许就会有所调整的 特朗普也就是川普他的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所有产业都应该回到美国制造提高就业率 或许他的是对的 只是有点矫枉过正 但是实务上低迷的就业率 让各国的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国内生产的能力 以及消亡海外贸易的市场争取 就会更加的去注重 而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中国 且疫情受到疫情 这个经济受到疫情影响最少的状况之下 美国想要围堵中国 他也要问问其他的国家 愿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强大的市场 中国越强大 他们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机会就越高了 为什么你卖东西你总要有客人去买 客人是谁14亿个呆瓜 就是专门买这些奢侈品的 什么LV 什么宝马 什么兵士 对不对 中国人特爱买 炫富都要去做 是不是 所以或许只有澳洲总理莫里森之外 白种人的尊严很重要 但是百姓的口袋里面有钱 桌上有食物 或许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而对中国而言 降低国内百姓的负债杠杆 以及促进国内经济的大循环 是中国保底的保险手段 真正能够富国强兵的 必定不是在中国的内循环 而是趁美国红蓝大对抗的时候 建立一条条贸易的路线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朋友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 而敌人的敌人是更可靠的朋友 阿塞的千里以及伊朗跟中东局势的紧张化 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来说 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目前在一起中争取到了 是一条又长又远的商路 这条商路结合大家的利益 而中国也将是最终利益取得者 包括了日本 他不再是只受到美国的一个市场 而是可以透过阿塞的低关税状况之下 销售他的所有的工业 让他能够可长可远 而日本未来会不会研发高科技的设备 比如说摆脱的广场协议的制造 发展他自己的半导体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包含了三星 也不见得一定要被美国制裁 而透过就近的亚洲市场 来向阿塞往东斜去迈进 绕了半个地球 让市场重新活络起来 商道永远是互利之道 当商这个字没有办法互利的时候 他就只是霸道 而当霸道只有存在一个国家的时候 那么其他国家真的会遵循你的意志 维持你单方面的霸道吗 各位你说呢 好 好 谢谢大家